还有蛋糕100,蛋糕300,蛋糕500,蛋糕1000,还有蛋糕2500,蛋糕5000 双头的话也是一样,是有蛋糕100,300,500,还有1000,2500,5000 蛋糕的话是一个头,一次贯装一瓶或者是一袋,双糕的话是两个头,一次可以贯装两个瓶子或者是两袋子 蛋糕和双糕的区别,就是说蛋糕是一体的,比如说是这样一体 双糕的话就是说有两套贯装机制,中间蛋糕跟双糕的区别就是最主要就是说中间做桥,这个跟牛角一样的,这上面是放料桶的,可以同时供应两个出料 蛋糕的话只有一个头,一个状伐 我们收到机器之后,一共是有两个箱子,一个是主机箱,还有一个是料桶箱 拆开来之后,呈现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主机器一台,料桶一个,然后上面的配件,里面的配件有一个灌针头,还有一个过滤器,还有一个手轮,还有一包说明书 说明书里面有,然后除了机器,还有料桶以外,还有一个配件袋,配件袋里面有这本说明书 一根电源线,一根电源线,一个脚踏板,还有两个,还有两个逆分圈,还有肉缸的帮手和螺丝缸,还有肉缸的帮手和螺丝缸 是不是都已经齐备,如果是齐备的话,那我们先把冷冻刀或者是剪刀,把这个拆除掉 这个是过滤器,是我们主要是用在气压,调节过滤里面的水分的 把开之后是这个样子,一定要检查一下,看一下这个玻璃杯有没有破损,气压表是不是完好 两个直接滑是不是完好,手滑滑是不是非常的顺畅 这个是手轮,是安装在我们调节螺杆的尾部 然后就是一个逛装头,逛装头的话,它的逛装嘴是可以拆卸更换的 如果说逛装嘴如果太小,口径太小,可以更换口径更大一点的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安装,首先我们就把手轮安装到摇杆的后面 拿出我们赠送的半手,把这颗螺丝拧紧 它不能拿出来之后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继续放一下 放到这边之后,可以从这里 可以看到这里,这个位置 有两颗螺丝,这个地方是安装我们过滤器的 我先把这两颗螺丝拧下来 放到下面的两个槽,把螺丝放进去 然后重新拧续回去了 固定好就可以了 这个玻璃序可以前后的调整 安装完毕之后 首先我们要把过滤器的手滑阀向后推 向后机器的后面推出去 这是关闭的状态 如果是朝前推 这是开启的状态 这是控制 外部气源进出的开关 然后 我们把这一根管子 比如蓝色的管子接出来 插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是接外部气源的 也同样是一根管子 外接的是空压机或者是气泡 击好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开始安装 换关头 换关头的安装的话 是比较简单 把这个卡锅 把这个卡锅把它松开 这里有随机赠送的一个密封圈 是放在 撞伐 和短端头之间的 防止它漏水或者是漏液 或者是糕底 就好了 扣上 然后重新把它拧紧 然后重新把它拧紧 扣上 然后重新把它拧紧 重新把它拧紧 再接下来我们就要安装料桶 料桶的安装的话 我先把这个撞伐上面的这个卡骨把它松开 一样是有一个密封圈的 它是在上面撞伐卡床跟料桶之间的 最准放好 这样机器就已经装装完成了 接通电源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打开气阀 然后气阀打开就是说把手滑阀往前面推 往前一推之后 气压表上会显示它实时的那个气压表的那个气压 我们一般的工作范围是在0.6到0.8之间 都是可以的 如果是不到0.6到0.8之间的话 那我们就要把它调整出来 调整的方式是过滤器的上面有一个旋钮 轻轻的把它往上一提 然后顺时针 顺时针 扭动 然后看着那个指针表 等它到了 到了0.7之后 就可以了 0.7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轻轻的把这个旋钮轻轻往下一压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说一下 如何调整晃装量 首先我们打开电源 然后我们向轻轻摇动的手轮 当这一个磁控开关的 磁控开关向弦移动 也就是说我们逆时针旋转 逆时针旋转的时候 然后它的放装量实在变大 如果是顺时针旋转 那它的放装量 就可以减少 这里有一条刻度表 是用来记录的 如果说到250克 或者是200克的话 我们到调好之后 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记号 方便自己记录 我们现在先调到 这一款是500克的 到底灌热机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 一时针 向前旋转 摇到一个先摇到一个大概的位置 挺好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 先用 把开关打到 手动 然后我们按一下 根据它的出料和制料的时间 我们可以调整 我们可以调整 它的出料时间 我们可以调整 前面这一个调节法 是出料调节法 顺时针 顺时针 是出料变慢 逆时针 是出料变快 后面这一个是净料调节法 一样 也是 顺时针旋转 变慢 但是 逆时针 是变快 我们现在就是说 把它先调节一下 才可以在一个大个位置 再试一下 你可以看到 它的气缸的行程 速度会变慢 如果变慢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适当的 把它调快一点 还是这个键 逆时针旋转 这样速度就会变得更快 回来的时候 就是净料的时候 太慢 我们也是逆时针 当我们把这个旋转 开到自动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 重复的进行贯装 不需要说用小踏板踩一下 或者是踩一下一次 踩一下一次 它会自动的进行 出料 出料 进料 出料 进料的一种工作模式 然后现在把它打回去 打到手动 打到手动之后 我们就需要脚踏板来控制 踩一下 它就工作一次 踩一下 工作一次 这边这个灯会亮 当我们工作一次之后 这边的平成到这里头 灯会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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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之后 好 我们现在就是说 赤料测一下 首先我们用水 哦 清水来测一下 这是一桶清水 首先我们加到料桶里面去 加入水 加入料桶之后 加入水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调整好了 大概是500毫升 火灯会亮一下 水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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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毫升 然后我们开始 开始放抓 按一次 现在是251 那我们就需要调整 后面的这个按钮 这个 调整这个 酒 对 非常好 有限 嗯 一些 酸 500 498 498 它的灌装误差是在1%左右 比如说500克的话 500毫升的话 它的灌装范围上下浮动是在5克 在5毫升 当使用完了之后 当我们灌装完好产品之后 那么需要把它 料桶里的料把它打干净 还有我们的干口 包括我们的转发 灌装枪头 都需要把里面的料打干净 或者如果说是有腐蚀性 或者是粘性的物料的话 需要加清水来进行清洗 清洗的办法就是说 把里面的物料打干净之后 然后倒进清水 或者是其他的洗血液 然后把这个机器开到 开到 开到 在盘里面打 干净 在盘里面打赛 谢谢观看